山河见第二部第六章 朦胧的六月 雪花飘洒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一转眼 六月初下 雷龙每天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他妻子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爱的结晶 雷龙真是好福气 某天雷龙照例起来看妻子 却发现那个可爱的妻子 不像往常安分的躺床上 居然不见了 怎妖搞得这么大的肚子 还到处乱逛 不行 我得去找他 雷龙自言自语 眉宇中却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说着 他已经换好衣服 准备出门 可是院子里空空荡荡 老头平时坐得腾已上空无一人 这是怎么回事 经过了这么多日的安逸生活 乍逢死遍的雷龙不知所措起来 这时 雷龙背后传来细碎脚步声 是谁 雷龙大喝一声 转过头来 顶经看势 却愣住了 只见老汉满身是血的已在墓墙上 不住喘气 旁边倒着一位美丽孕妇 奄奄一息 怎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雷龙大叫 他感觉到他快疯了 雷雷龙快 把他送到房间 房间里快不然 来不及了 老汉艰难地说 那好 马上 雷龙焦急地将孕妇小心地抬到了床上 还好 只是昏迷了 并没有生命危险 这时 老汉进来了 雷龙 有件事 事到如今可 不得不跟你说明了 老汉轻抚胸口 段序着说道 神妖室您请说 雷龙不解 长眉凝成一团 其实我们 爹不不要说 丁香那微弱的声音从床上传来 目光中盈盈地买是祈求 可是女儿 咱们不能瞒他一辈子啊 老汉无奈地摇头 雷龙忍不住了 到底有神妖事 女婿我现在就把这件事告诉你 老汉塌了一口气 其实 我们不是游牧民族 也不是汉人 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 来到这个国家的 因为 我们原先伟大的国度 遭到天灾 原本兴旺发达的国家 转瞬间变成人间抵御 现在 估计活着的 也已不到几十人了 我们的国家 叫做喀什米鲁 我 其实就是那个国家的国王 我的女儿 是公主 在你们国家 就是郡主 我们在骑士团 在你们这儿被称为 禁卫军的拼死拯救下 逃离了那里 然后搭着过往的商船 来到你们这里 我们隐姓埋名 生活在这个深山里 本来 我们以为没有事了 但是挨说着老汉 又叹了一口气 但是 灾难的魔影并未放过我们 我老不死的倒不怕 可惜了我女儿案 怎么怎么会这样的腰钉箱 究竟雷龙又是不解 又是担忧 一双眼在老汉与钉箱间流动 已经晚了 老汉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 雷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恶魔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真神奥撒 请保佑我们把老汉不住的念着 恶魔 神妖是恶魔 雷龙听糊涂了 注中国古代没有恶魔之说 等于等于家 是撒旦叶放逐入地狱的天使地狱的魔王老汉恐惧的说 撒旦叶 天使 地狱 这又是什么 雷龙完全糊涂了 我们的国家有种宗教 就像你们这里有佛教 道教一样 我们的宗教是朝圣教 教义里有血 撒旦叶 原本是神的大天使 后来不满神的作风 率领天界军叛变 后失败 被打入地狱 在地狱里 他成为了君王 他要做的 就是让人痛苦 老汉说着 拿出一本已经发黄的书 说 雷龙啊 这个就是我几十年来 坚持不懈 将这本书里 我们语言翻译 成为了你们的语言 这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一切 他的书名叫 死海文书 死死海文书 那是什么 雷龙现在的脑子 混沌如同一锅粥 彻底糊涂了 死海文书 就是记载我国文化 历史 艺术 科技的宝物 老人突然变得精神起来 科技 那是什么 还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 简单的说 就跟你们这里所说的 一股精啊 什么的差不多的 老汉摇摇头 道 我估计 我不会能活太长时间了 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能将里面的内容 重新展现在这个世界上 并且把它们发扬光大 这好吧 我发誓 我一定会完成您的理想的 雷龙接过书本 看着老汉流满鲜血的躯体 坚定地说 这辙就好 老人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这个也送给你吧 我们皇室历代君王代代相传的秘宝 远神的祝福 永远跟随着你 谢谢雷龙接过盒子 发现很轻 不像玉玺石腰的 这时 丁香清醒多了 阿雷来让我看看你的脸 丁香虚弱地说 雷龙走了过去 坐在了床上 坐在了丁香的身边 阿雷还记得那天 你昏迷前抱住了我 我感觉到好开心 好幸福现在 你能再抱我一次吗 丁香的脸色发白 雷龙紧紧地抱住了丁香 双结润湿 突然丁香大叫一声 孩子孩子要出事了 怎么办 附近没有弄婆 也没有大夫啊 大夫岳父 您会接受吗 看着老人平时为自己 服药智商 雷龙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转向老人 可是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老人含着眼泪告诉他 我不会 雷龙沉默了 阿丁香痛苦地喊叫声 一波一波地响起 没办法了吗 雷龙痛苦地说道 难道我真是那么倒霉的人吗 好好痛苦啊 丁香已经受不了这剧痛 不住地在床上翻滚 胶润的额上伸出汗地 可恶啊 雷龙大叫道 老天哪 你真的想绝我吗 不我有办法的 雷龙突然笑了 笑容诡异万分 呵呵有办法的 有的 不用担心 我会拯救你的 雷龙抱了一下丁香的肩头 突然后退 站了起来 长发遮住了双眼 唇角开始诡异地上扬 雷雷龙你怎么了 老汉看不见他的眼睛 不解地问道 没关系 只要有祭品 雷龙的眼睛望向老汉 眼中风起云涌 祭品 老汉吃惊道 你会巫术 就算是我现在会吧 雷龙开始奇怪起来 我需要祭品 你可以提供的 祭品到底是谁呢 老汉有些冒冷汗了 反正你也快死了 提供你的血 应该没有神妖问题 而且 我需要鲜血 死人的血就不新鲜了 雷龙眯起眼 邪气的微笑 浮现在脸上 神妖要要我的血 老汉有些不敢相信 是的老头 你的血 可以拯救两条生命 怎妖样很划算吧 这个人真的是雷龙吗 怎妖突然变得这么恐怖 既然你不说话 就是默认了我来吧 我不会让你痛苦的雷龙说着 向老汉走去 你究竟是谁 你不是雷龙 丁香突然大叫道 我 是雷龙啊 雷龙笑咪咪的着 看着丁香 不雷龙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 你不是雷龙 丁香大叫 目光中满是恐惧 哼死女人 居然敢这么说 老子雷龙的脸上 出现了恐怖与不满 朝丁香仰手一个巴掌 雷龙你 丁香又怒又惧 一时血行加速 晕了过去 哼 死女人 晕了更好 就不会爱手爱脚了 接下来 老头该你了 雷龙的脸上 浮现出恐怖的微笑 你究竟是啊 难道是撒旦上身 老人突然不安地叫道 撒旦 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了 我现在 唯一想的就是我的孩子 我唯一的孩子 哈哈哈哈 为了孩子牺牲几个人 是理所当然的哼哼哼哼 雷龙居然大笑起来 你你简直就是恶魔 老人非常气愤 恶魔 恶魔 恶魔雷龙一听 喃喃地念叨着 老人喘着气 突然转身就跑 哈哈哈哈 答对了 我就是 雷龙突然像风了一样 大笑大叫的 手一伸 将老汉抓了回来 鲜血溅上白的墙 六月 西北的天空突然下雪 雪花满满的 出世如飞絮 后来遇下玉蜜 最后宛若下雨一样 呈现成林城镇 将大地织成了无痕的白 随着雪花的飘洒 一声婴儿的啼哭 打破了雪的寂静 从那以后 森林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从深邃的森林里 不时地传出了 男人的大笑 和婴儿的啼哭声 回荡在山谷中 黑暗般的深邃森林 第六章晚 尚不安